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阿昌厨复萨道端子之一 国家级代表性宽泉人 我们在云南农川复萨生活的 我们复萨的一个是海拔高 空气好 自然环境 山这些都是很漂亮的 阿昌厨复萨道全国来说是四大领导之一 我们的刀是祖传的 六百多年的历史 一代传一代传下来的 代表我们阿昌族的文化 我们阿昌族是少不了刀 刀是我们阿昌族老老小小 从出生以来到老 离不开这些刀 小孩出生的话 他必须有带着一把小铜刀 那个小铜刀是捆在腰带上 那个是永远是挂了 长大了变成小虎子 那个时候就配那个小铜刀了 到成人了 成家了 就是配一把长刀了 小姑娘是配的 谈恋爱 谈好了 就是那个小虎子送给她的小铜刀 我小的时候跟我父亲嘛 我先写那个拉风箱了 写了两年就出过 那个是到十三四岁 差不多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地挑打 正宗的一把阿昌刀要做出来 还是那个慢弓细弧要做出来 才那个有耐忧手感也好 打的时候是千锤白链 以前是标准的是那个就是磨白 这边说是那个白刀嘛 后边我就是发明了这个刀上 刻龙刻锋 发明了以后就是因为又是喜欢的 现在就是刻龙刻锋 一把这个普通的刀来说的话 还是带动了好几家农户 帮我做刀鞘的 做刀饼的 帮我做那个背带的 反正是这个普通的一把刀 起码要是五六家人出装的 做好了放在这个展厅里面 有人看到了他喜欢的还是买得多了 我是不断的发明不断的创新嘛 各种各样的款式 我们阿昌刀是很好的艺术品 我注册了一个自己的商标嘛 他的名字就是我的名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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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